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开了一个片线的转折二高盘 你一般片线转折二高盘 我们视为一高压力盘 因为在美国股市昨天杀尾盘 因为最主要是联准会的会议结果倾向于不降息 所以一路的撒下来 尤其是半导体跟NASDA都大跌 科技列股大跌 科技列股跌最多的恐怕是Google跌最多 Google直接跳空而下 我们在台湾做股票 你一定要跟美国有相关性 最主要是 昨天拉回很多股票都达到两个百分点 包括NV点 包括AND 包括特斯塔 这些特斯塔已经走空了 这个大家有电动车的概念股要小心一点 在过完年之后 这些股票会慢慢地显现出来 今天基本上今天这个盘是就是护盘 但是它有一个特色 今天盘确实量很大 也就是说大家在换手 买进卖出 可是指数还是涨 小涨本来盘中有跌 但是最主要跌在哪里 2330 应该是这一档股票卖不少 现在有三万多张了 这一档股票联系的 联系下跌 我有跟你讲过 这种股票就是很简单 648 它赚32块多 它32块多你成为20倍 就是6400多 6400多你去追它当然是套牢了 它也不用去换空 它事实上它今天的业绩也不会太差 你去换空它也不会赚到钱 我想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空荒的言论 当然我们要讲空 要讲空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看大盘 大盘在这边 假如说这里直系下去 它当然是有半走空的味道 就中空了 假如破季线 破半年线 破年线当然是中空 那融资高档 三千 2479还好 那现在联系的 昨天的下跌 是在反映昨天晚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财报 反映前天的财报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知道会跌 是跌到怎么样的问题 昨天先杀盘 今天就底下跌不下去 今天最主要是怎样 政府在护盘 那强者很强本来就是这样 这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强者很强 强者它还是在强 继继强 这些股票继继强 对不对 安国 这个是合并体材 安国是合并体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一样 今天强的是什么 文业新日新这些股票 就是有些跌生的 真的有稍微比较强的 就华城继续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今天强势股在哪里 也是传产股比电子股强 电子股不准了 传产股强 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盘就知道 谁在护盘 政府在护盘 护什么 护传产金融 对不对 护传产金融 护传产金融当然 这个盘就比较不容易跌 杀台积电 所以指数又吐出来 所以今天有一种 乾坤大挪移的味道 金融股 其实上金融股来看 就它的现行而言 今天也都表现得还不错 今天都表现 表现最差的应该是台中营 台中营因为出了一点事情 你看台中营今天有利空 什么利空 他们的董事长 里面搞了10亿去 他资本的520亿还好 搞10亿不算什么 可是这个就会影响到股价 所以你买股票 诚信很重要 你为什么喜欢买台积电 外资为什么喜欢买台积电 有诚信 为什么很多投资法人 都喜欢买红海 买年华哥 有诚信 所以买股票是要买有诚信的 有些股票是 会上天已经会得不像人话 今天也有人问我说 老师要不要来买神盾集团 我说你要买可以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种股票一直标 标到最后一定会被查的 我跟你讲 股票没有不被查了 对不对 那你要买他有合理的收购 像我讲的3036 他今天上迪拜没有守住 有报为点亮 那为什么我会看好他 他收购的加拿大的公司 花了那个钱不少 去把它收购 然后又现金增值95块 所以他就会涨 从94块一路的涨上来 原因在这边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 现金增值大股东 认95块 他的大股东大年大 他大陆公司 那个另外一档股票 高价股的 高价股的 这一档股票 被他也是被他卖得很惨 享受啊 也被他卖得很惨 对不对 被他卖得还好 本来他是很强的 他被他卖 他要准备卖4500张 所以他最近为什么比较强 3036为什么比较强 这个回归的3036 这个回归会很多 所以他会涨 原因在这边 你现金增值多的 你把它报过年 就比较安全一点 现金走空的 你就不要报过年 我讲一样IP两样钱 IP的话是 我们来看一下208 一样IP安国市 因为他收购了一个 所谓IP的 所以他这样一花不得收拾 这样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 智新 这是股王 今天是希望靠股王 来撑这个盘嘛 力旺也不错 创意 这个就要注意了 他现金有一点左空 他已经打到半年线这边 他假如季线在下弯的话 就等于三个在左 这个金线在上面叫做空 左空 你这种股票 你就不要报过年 这西瓜珠 欧白不得 没得到 你这个IP 这个是好的IP 他真的有赚钱的IP 也不会很差 但是只要这样卖也是不行 没得到 没得到 你也没愿意 3035就被拖累了 对不对 我说是这个不能买 对不对 一样的IP两样钱 过年前的IP标上天 你要保证 NVIDIA 它的业绩确实很好 在美国股市 NVIDIA只有昨天跌 那美国股市 道琼没有问题 可是惠瓣 有一点trouble 惠瓣的现金是不太好看 惠瓣真的现金是不太好看 我们要注意的是 惠瓣 这个现金不好看 你看 它跟我们很类似 破五日线下来 那它的夜线不能跌破 它假如夜线跌破就不妙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今天跌台积电的关系 那我在上面的时候 我在上面还没跌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这里讲的 这里我就跟你讲 穴形上升 这种穴形上升 就是无量的穴形上升 这种穴形上升 就是无量的上升 无量的上升就是人气退潮 所以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穴形上升 穴形上升最怕是一种 藏黑灌破五日线 你要再爬上五日线 才能够解救这个盘 那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复盘 法人的复盘 可是从日益没有退 那现在要报过年的股票 你要特别的注意 一定要现行很好 筹码比较干净一点的 万一 万一美国股市 从我们从二月五号开始放假 放到十五号开始 这中间有十天 当然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的天数 在美国开始 但是你要注意 假如说美国半导体 一路是左供下来的话 你要承受的风险跟压 风险跟报酬 你就要注意了 这就要注意了 所以在这里买股 不管今天买 明天买 或者下个礼拜一买 你就要准备报过年 报过年 那这个OTC OTC还好了 OTC基本上 今天也是OK的 直系的 这个也有 这个为什么不叫谢谢 因为它有量 有量是比较真 没量是吸的 不然咱们巴结巴结 肉鱼咕咕咛 原因在这边 有量是真的 有量有价 股票有量有价 它涨得合情合理 那有些标到 外太空那个是没有量没有价 那个是随它去标的 那文业就是这样 它有量有价 多有 照怕 你有量有价的股票拉回 你要知道拉回 拉回你要找适当的买点来买 31号 昨天的事情 你就拉回来买 对不对 拉回买 因为我这一次总统会员赚很多 他们没有股票了 就剩下一两档股票而已 所以我就把它加减买 今天拉到涨天板 公共会员涨天板 9点多都涨天板了 今天有爆量 锁没有锁住 那也无所谓 我们AI进行到 115 125 127 开始严重就介绍到现在 涨成这样子了 我买股票 我真的不会买很多 我不会包山包海 因为你包山包海的人 当然很好 大半期很好的 万一反转向下的时候 都是套劳 你要在股票市场 不套劳的方法就是说 股票不要买太多 精打细算 精险好股 这样来做 比较合理 买对股票 上万天 买错股票就没明天 对不对 一样股票是两样钱 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做对才能加码 做错绝对不要去摊贫 做错就该当机立断 就卖掉 重新再来 那一般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赚不到钱的 最大原因是在哪里 最大原因是在这边 最大原因是 他赚一点就跑 套劳就爆 很多股票 他的套劳都爆 来参加我的 我看他们的股票 很多生计股 很多以前操作过的 什么两岸的那种 换电股 礼物股 还有这个所谓的生计股 这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输 就继续凹单 你资金被绑死在那边 你资金被绑死在那边 你就没有机会 股票是想求资金的希望 竞技场 你资金被绑在那边 你就没机会 你认为你股票一定会 大盘涨股票一定会涨 不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既然跟以前不一样 那做法都当然不一样 那你要抓住重点 什么股票是脸头羊 什么股票才会涨 其实什么股票还会涨 还真不容易 你看我从六月份开始跟你讲这些股票 就是齐鸿 秦城 字眼 光宝这些股票 后来我都卖掉 我都公开的讲 后来又公开的讲 到11月8号我买一些 像电影8月16号开始买 37块到93块我就不跟他介绍了 经营店89块我就不介绍了 这些股票就没有再来了 资邦一样 2345 他450就没有再来了 550就没有再来 最近才今天最近才又涨上来了 那四星KY是 我卖的比较早一点点 那文业一直爆 那你看我们买的股票 几乎都是主流股 那主流股有什么好处 主流股可以爆炒 他不怕大盘 你买对的主流股 我买股票就是这样 买对主流股我会爆 会比较会爆 买错的话我灵验卖掉 重新再来 把自己的资金保持灵活 有灵活的资金 你在股票市场 可以延延不断的买股票 而不像你们的延延买股票 是每天社会标 看涨就追 看涨就追 看涨就买 一路买一路买买买买买 买很多很多很多的股票 跌下来他都不管你 那到最后你参加老师以后 你会吓到 然后想要说这些股票 都头脑要怎么 那等你没资金的时候 他就要开始准了 因为他下跌了延不买 那上涨的时候你没钱了啦 不怪你会了解嘛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常常讲的股票是固定几档股票在涨 不会超过 我各族群不会超过五档 为什么 因为五档股票是刚好中型的投资人 你一般来参加会员的都是中型投资人 真正的大富大贵那些人很少会来参加 这很厉害的他也不会来参加 对不对 那说老实话都是股市小白 尤其网路这么时代这么发达 股市小白就是天天看网路说行 对就进去对就进去 就这样子 跑他都不会跑一定赔钱 一定赔钱到最后一定赔钱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让投资人赚钱 这才是我们做老师应该有的这个想法 今天在这边你说这种盘 它就是政府护盘嘛 政府护盘一定是拉尾盘嘛 对不对 他那台积电尾盘在里面 台积电拉一下就好了嘛 从7块变成5块5块就变成3块就好了嘛 指数就上来了嘛 可是这个指数是假的嘛 是护盘的嘛 是人工盘嘛 他人工的目的是什么 来掩护一些股票的逃跑嘛 有些拉高的股票他是要出给你 不是要叫你去追啊 对不对 那你像今天的期货你看看 他在17,900 17,900这边打了一个底上来 开始就可以一直上来了 这个在负指数 而且正价差也蛮大 达到60点 正价差60点 这是很少有的 外资最近是做空 怎么会有正价差60点 政府在做多嘛 政府在做多 他用指数来拉抬 让一般投资人有信心 就是如此而已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现在一路的拉台 拉台的目的就是要互指数 这个很明显 政府在互盘 然后退基金进场在互盘 那表示过年前 大概这两个 我跟你讲说 今天卖压会大一点点 结果今天真的是三万三千多亿 表示有量了 很多人被洗掉了 对不对 被洗掉很正常 有些人不报股过来 所以我跟你讲说 我跟我会员讲说 报五成的股票 五成股票 五成流现金 进可供退可守 你不要有那么有把握 百分之百的全部把它压下去 这不是做股票的人 应有的观念跟态度 你做股票 做期货也一样 你不要说一会看空 今天一直把空落下 不是这样子 它有技巧的 有技巧 你要估计说 今天的高点跟低点在哪边 抓出来你来弄就很简单了 你今天的高点 它坐落在 它绝对不会超过一万八 下来不会跌破一万 像七千九 跌破也就是买点 上来再丢给它 不要留仓 就这样做 那买股票就是买股要买墙 要买领头仰 领头仰就是AI AI钥匙有三种现象 第一个就是IP先死 再来散热模组也死 再来就是伺服器 它这个 你看大盘要这样看的话 很简单 弱势股 看哪些弱势股在走空 然后IP里面有 现在很简单 我刚才创意在比较差 事严比较差 其他都是小型股在走多 那种IP就是没有本益比的观念 将来怎么腰 怎么腰上去 怎么会腰下来 对不对 这很正常 股票就是行团道理 你不要以为它飙上去 飙到最后也是会 它压低出货 到最后一定压低出货 它没有那么好 难道有IP什么都可以吗 有的真的 你看2388不是有IP吗 它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们有多少人套在这里 这样就这么多人套在这里 不用骗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这些股票开始走空 走多的时候 你不要去乱换空 开始走空的时候 你要注意要先散开 因为它走空的话 指数一定会温外 即便你用金融股 传账股去护盘 过年后就没有什么 传账股护盘 金融股护盘了 都是看业绩 因为现在空窗期 到二月份过 我们开盘的时候 15号了 剩下十几天 马上三月份紧接着要公布 第一季跟去年前年的业绩 前年的总共报表出来 所以这时候就要开始检验 是不是你有没有穿固子 当揉油的时候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谁在揉油 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你有多少实力 就是股票市场 就是多少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股票市场 大家很看不透的地方就是说 我在股票发现说大家都是套牢很多股票 都不动它 把它当作不动产 错了 你股票 你说我在倒数股票 你整个股票一个贴车 二三十几 都派人股票 这样有效吗 没有用 股票就是流行 现在流行AI 改天就变成BI 你们都 7月31号我公开的讲昏水灵 是不是变成BI 那时候被人家打漏水果 人人喊打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财机的方法就是 高要懂得卖地要再来买 赚大赔小 一般人做股票有个特色 钻一点点就跑 输就要一直凹下去 不管他怎样 总有一天希望香水 结果呢 丹没人 丹没几套 你要说 对不对 这不是办法 现在的投资朋友 做股票 第一个就是保持你资金的活弱 保持你资金能够越滚越大 到了一定程度 有赚的留一半去买房地产 你一定会舒缓 有些股票 看他头起 看他头起 都是赚了再把它压下去 到时候挫起来 很多我看到 你假如说把赚的一半拿去买房地产 这个赚的再拿去买房地产 这样子大概 你的一半做股票 就是赚了一半来做股票 那你就放心了 你会一直赢 你会一直赚钱赚钱 一直赚 房子一间一间的多起来 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赚到钱的 你假如全部都把他压下去 我看到很多人压下去 看他揉起又看他揉他 赚了好几亿又会打回原形 很多 我看很多 因为我以前在鉴上做总经理 所以你要跟一个有经验 有实战经验的人来布局 不是去乱抢股票 一般你们团股票都买很多 拖下去不可以跟你说 企业一直说 企业就撩 涨七八十八也还在撩 撩到厉害你就脱了 我不会骗 我是好心跟你讲 过年应该讲好话 欢迎你抢红包行情 买一送三 送两个月的信息 请骗AI进度然后送给你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过年放开心胸 做一个快乐投资钱 玩完了十天以后 十几天以后再回来 又是一条龙 明年是龙年行大运 祝大家花财赚大钱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计划 під资料仅供参考